下星期就是六月份了 六月是上海宣布要回复常态性 常规性防疫的时候 上海已经开始宣布六月的复课计划 高三跟高二的学生六月六号返校上课 国三学生六月十三号返回实体校园 但是他们的防疫规定非常繁复 学生每天要两测两检 在学校测量体温两次 早上到校之前必须先快筛一次 在学校结束放学之前 在学校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这次情况特殊 学生跟家长都可以选择 要继续在家里上网课 或者回到实体校园 专车送到火车站 上海部分大学决定提早放暑假 从封控以来 一直待在学校闭环管理的大学生 接到家乡寄出免费隔离政策后 才安心踏上归途 如果没有免费隔离 返乡住饭店 四四天 少说要花人民币三四千元 大学不等解封 这学习先结束 不过上海部分高中 国中生下个月 可就要回到校园了 决定全市高三高二年级学生 从六月六日起 初三年级 从六月十三日起 返校复学 因为情况比较特别 不做强制要求 虽然明定复课时间表 但留给家长和学生选择权 允许继续再加上网课 因为回到校园 必须遵守严格防疫规定 学生每天得两测两检 两测指的是测量体温两次 两检则是到校前 先一次快筛 离校前学校安排一次 核酸采样 罕着加速复工的上海 也因为必须遵守相关防疫政策 无法回到往日正常运作 其中影响最严重的 就是快递业 大一点的快递站 让快递员把车开到场区 睡在车上 勉强达到闭环管理标准 但还有许多站点 条件不足 无法复工 导致上海快递运力 目前仅恢复以往的五分之一左右 大陆电商龙头阿里巴巴 近日公布第一季财报 收入部分虽然增长9% 达人民币2040.5亿 但亏损部分扩大 超过人民币162亿 上海的疫情的缓解 所以整个的开始逐步恢复当中 但整体上我们认为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把前期的一些包裹消化掉 而在北京也随着防疫管控时间拉长出现问题 目前六个区实行居家办公市民开始有抱怨 我们如果在居家办公下期可能也会有这个工资方面的调整 有企业是以业绩给薪 市民担忧继续居家办公 薪资可能缩水50%到80% 惨的甚至会丢工作 北京处于疫情之中影响就业市场 香港则在经历疫情后抓准复苏机会 自2020年以来裁员超过8000人的国泰航空 近日发信给离职空服员邀请回国 表明要重建团队 并附上申请网址连接 全球的航空业其实都是复苏得比较快的 我们都预计可能去到下年 基本上和疫情可能都是差10%左右 国泰航空选择回聘裁员工 省去培训新人的时间 由于日本开放国际旅客观光 6月10号起就能组团入境 香港旅行社莫全擦掌 由于港人回国还有7天检疫规定 香港旅行社还在协调检疫饭店 预计最快8月才能成团 初步规划14天大阪行 团费要港币4万以上 是疫情前费用的一倍多 高团费还得看港人接受度 不过就对旅游航空市场来说 无非是迎接全面复苏的前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